我叫做苏鵬,我们的目的名叫做中央序幕厂, 居住在冰冻的林独家, 现在差不多两万五千几家到三万这些鸡刀, 我现在对我们厂的发展的话, 可能会慢慢朝向自己去做品牌猪肉, 就是所谓欧美先进国家, 他们说的是说从农场到餐桌这一个块, 我就是说从事养猪业, 然后养健康安全, 的猪肉,让消费者可以吃到好吃的猪肉, 生鲜的猪肉,然后自己也可以有创造利润, 奥特奇也是一个很用心在金颖的一个公司, 那我几个月前有使用贵公司的产品, 到现在一直感觉也还满意, 因为生活水准的提高, 未来大家对食品卫生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苛, 所以欧美那边他们对抗生素的使用, 已经日益的减少, 而且限制也是很多, 所以抗生素的使用量, 可能未来应该会继续的朝向, 越来越旧, 所以如果有一天可能都禁止在养猪场使用抗生素的话, 我们只有从食品那边添加剂去琢磨, 提高猪的抵抗力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